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相乾坤 回事焰子 无人闻 一阵荒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你为什么不请自来 因为我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就为这个吗 也为她 她怎么了 因为她也姓肖 跟你一样 我这么费神费力地找到你 就想和你吹一曲笑 我还是要亲爱的 onder子 我还是要你 我还是要你 那么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没人理我 但是有一位伯父家的女儿 她叫紫云 她可怜我一人孤单 经常来看我 就带着这只玉箫 为我吹奏曲子 她是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的知音 可是后来黄华港事变的时候 他们家遭了一场大火 我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找到的 很多人都跟我说她已经死了 但我不相信 因为她在我心中的位置 谁也不能够代替 这个故事我知道 那家人姓姜 他们造的不是天灾 是人祸 你说的那个紫云 她逃脱了 被一家姓霄的人收养 送到德华抚养成人 直到她的养父母突然病逝 她又重新回到了广州 我就知道是你 我也知道是你 云飞 既然我找到了你 你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们俩永远不分开 秋月 你看 你要的弓啊 好不容易帮你弄到了 怎么样 小心啊 别闪雷哦 你帮我去跑个腿吧 我想在习惯的地界上买个宅子 你好好地帮我选一个 不要跟他们计较价钱 买到了就把里面收拾干净 多种点花花草草 不过你记住了 房间里绝对要一尘不染 五公子就是她 这两天啊 出手特别阔绰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特别反常 没的没的没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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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好 Far 好 好 姐 你来了 姐 我通过钱庄面试了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来 把拖欠的学费交上 以后姐就不管你了 姐 我有今天都是你辛苦出来的 等我在钱庄站稳了脚跟 你就别在这里做了 以后我养你 姐辛苦得算什么 只要你有出息 梦中的人 你不 勇气 来来来 醒飞啊 这批货可是价值连城啊 坐好了 我们可以把玉兰瓷装彻底打垮 爹 把这么贵住的东西放这儿 安不安全啊 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听得千真万确 他们说 这批货一旦做成 就能把你们玉兰瓷装彻底打垮 还说 胜败再次一举 看我亲手断了 夜长梦多 干脆今晚就动手 打他个措手不及 今天晚上 对啊 他们是说今天晚上就动手的 少爷 既然是这么名贵的东西 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往仓库里搬 那不是明摆着让贼知道吗 少爷 他们是故意把风放出去 隐于上钩 你知不知道 这么简单的骗局竟然还有人上当 这不就是你们家大哥吗 小招货 我跟你谈点事情 好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还记得上回我们去罗家仓库的事 我们险些丧命了 我那天亲眼看到我大哥带着援兵来 站在门外磨磨蹭蹭的 就是不想进来 还有这次 他在招通码头动手 但那个码头是我的地盘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他是你大哥 总不能见到他被罗家的人给啪啪了吧 老婆 今晚行动必须活捉他们 知道了 叔叔 我也要去 不行 今晚太危险 要是你爹知道怎么办 我爹不会知道的 叔叔 你就带我去吧 好吧 那我告诉你 你必须跟着我 不许擅自行动 好 走 上车 走 到了宽爷 雪林 ует 你在那边 下车 遍 不是 水 你 你 这 少爷 这 这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不好 中招了 撤 你等着我杀 高大少爷 你除了放火抢劫 你其他还会什么 五月白 算你狠 可就凭你几条破枪 想压住我高云海 不许动 不许动 别动 五月白 你老谋身算我佩服 好汉做事 好汉当 你把我手下放了 我不光要你这个活人 我更要那个活口 你想干什么 现在常战行的陈老板在我们罗府 我要抓你们过去作证 证明你们高家先挑事 不讲和 然后我们再堂而皇之地 灭了你们玉兰此装 做梦 小心 小少爷 往这边走 快 分开 分开 快走 四爷 坚强过了 都死了 坏了 罗老爷 你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啊 你们是高架的人吧 求求你们带我走吧 我走不动了 你看你 最后还得我来背你 来 走吧 还得我来背的 快走 糟了 快走 又不是我干的 你干嘛瘦我 怠慢怠慢了 哪里哪里 不好意思啊 陈某非常感谢罗老爷的盛情款待 好 陈某告辞了 请 爹 但是把这些人很想无法 大哥 我们赶到那边的时候 又杀出一队人马 把他们给劫走了 我们赶到那边的时候 要不是雲妃及时赶到 你今天可闯了大祸了 阿爹 你要相信我 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高假 就是丢了这条命 我也要保全阿爹和玉兰这个自好 保全 你怎么保全 玉兰要是毁了 你的命能抵得了吗 来人 在 把他押起来 关他三天三夜 是 也好得跟狼似的 就擦破点皮 没上去骨头 什么皮和骨头 这是男人的面子问题 那个牛伤了我 让我丢脸了 我一定找机会报复他 爹 你可千万不要生气 这虽然是件坏事 但我们可以当成好事来办 怎么讲 听说今晚陈孝和 他不是去了罗音家吗 玉非啊 从明天起 你哥那谈事 就由你来接管 爹 这行吗 行 你怎么了 我先回房间去 你也早点睡吧 我看你们都是不想干了 我这才看了几本账 上头不对下头 每天要进出多少账 钱庄的漏洞 怎么那么大呀 平时大少爷管得很粗 只是问个大概的数字 不管是哪个少爷管 你们都不能忘记 你们是在给玉兰堂这块招牌做事 谁要是想砸这块招牌 我就砸了他的饭碗 不但让他从这儿滚出去 还要让他滚出广州城 而少爷定了那么多规矩 这底下那帮堂主心里不舒服 我就知道 那些堂主讲的是江湖义气 他们怎么会扶云飞那种怪胎呢 大哥 刚才 那个封太行的曹掌柜来跟我说 玉兰那个少东家 接管了原来大少爷管的钱庄什么的 现在还正在给人家做规矩 弄得过去跟两家来往的客商们左右为难 对那些墙头草 一定要施压 二少爷 一切都安排好了 好 进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吗 这里太奢华了吧 奢华对你来说一点都不过分 而且我还记得 你很喜欢干净 让你费心了 这些年你吃了很多苦 从现在开始就是我偿还你的时候 允飞 我 阿九 你倒是说呀 云飞少爷到底去哪儿了 这几天他要说没来过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呸 你这死丫头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你们要是再不教人 我就把你们红袖招给收 呀呀呀 怎么着 你见这里没男人 就开始占便宜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欺负他的 我可 小茶壶 我正找你呢 二少爷人呢 我跟你说明白了 不是我找他 是我们家老爷找他 那就对了 你们家老爷找他是你们家的事 找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从今以后啊 你们家的二少爷就很难找到了 因为啊 人家有温柔香 藏胶洞了 温柔香 嗯 还有个藏胶洞 对啊 在哪儿啊 出了门啊 一直往前走 走啊走啊就到了 你不走啊 我就有扫帚赶紧走 嗯 小茶壶 怎么 你等着 你给我等着 嗯 嗯 讨厌 温柔香 藏胶洞 肯定是这个意思 大少爷 您说我要是跟老爷 别 怎么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阿爹宠着他 就算知道他在外面有三宫六院又怎么样 关键的 要看他养什么样的女人 你知道他养的什么红眼就绿眉眸眸 这我可真不知道 那不解了 我们呢 得先做官其辩 看他到底出什么差错 您这是欲擒故纵啊 中原呢 这回你干的不错 应该的 等本少爷出去之后好好犒赏犒赏你啊 哎呦 大少爷 我这儿先谢您了 哈哈哈哈 紫云 你觉得这里的饭菜合你胃口吗 真的是太好了 可是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以后跟我说话千万别这么客气 嗯 哦 对了 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见你爹啊 见我爹 你见他干什么 其实我来到广州 早应该去见那老人家的 而且 我一直都想知道 当年我家的仇人是谁 你说 如果我去拜见你爹 应该准备什么礼物啊 我觉得你还是别去见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老人家已经吃斋念佛很长时间了 现在在闭关修行 他已经离开世俗很久了 你现在去见他 不是难为他吗 紫云 关于报酬的事情 你不用那样着急 等我把事情忙完了以后 我专门抽时间帮你去调查 你看行吗 可是 你就听我的吧 你现在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享受 可能这些日子我未必能陪你 我忙公事的时候 让桂仔留在这里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他 我不太喜欢他 我觉得他笨笨的 桂仔一点也不笨 这是有点怪里怪气的 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我换一个人来 小茶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你的事情太多了 一定要有个得力的人来帮助你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 你现在这个样子真像我老婆 谁是你老婆呀 你不是我老婆吗 我记得我们曾经订过娃娃亲的 吃饭了 大哥 在里面辛苦了 怎么 是爹心软了 还是你想的大哥呀 当然是我想的大哥 但是没爹发话我也来不了啊 好 这个人情记在阿弟头上 怎么样 钱庄的那些堂主还扶你管吧 这些人可都是阿爹手下的老人了 平时就不扶人管 如果他们有人对不住你 跟我说 我去教训他们 顺水人情可真好做呀 小茶壶 我跟我大哥说话 你最好闭嘴 还好啊 我手下的这些人还是满听话的 那就好 他们也学的乖气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们这些人也应该知道 是高价赏了他们这口饭吃 我说的对吗 小茶壶 少爷说的真对 少爷每个月都赏我五块大洋 比你强多了 好了大哥 我先走一步 走 你看看吧 你看你自己就是一个平常管开销的 结果这里面的亏空有多大 这为什么呀 这也不是我手里亏空的 玉兰的买卖这么大 大小磁庄茶行 各个堂主来了就拿 拿多少报多少 从来就没有核对过 这日积月累 你也知道这是日积月累 而你从来不说 为什么不早得说出来解决呢 这 行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儿不要你了 少爷 我帮大少爷做事十多年了 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的苦劳抵消了这些亏空 你 少爷是在火头上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以后慢慢解释 至少 账没理清楚 总是咱们的不是 这样吧 我帮你把账再理一理 也许就能弄清楚了 走 二少爷 人都到齐了 大家来得正好 今天我还有点事情和大家商量商量 二少爷 您不是想把我们都辞了吧 那怎么可能呢 你们都是玉兰堂的股东 是玉兰堂离不开你们 不是你们离不开玉兰堂 您知道就好 我高云飞和大家相比 只是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什么事都不懂 但我想呢 隔出玉兰堂的弊病 对大家都有好处 至少对大家分红有好处吧 我说的对吗 当然当然 玉兰挣大钱 我们挣小钱嘛 好啊 大家知道这点就好 那我们就好谈多了 那我今天就在这儿 再说两条新规定 大妹啊 我看你这个人还是蛮老实的 只要你告诉我我阿弟的行踪 也许 我能帮你把她给找回来 大少爷 我只告诉你 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前些天 她认识了一个姓萧的小姐 姓萧的 我还知道 她喜欢吹萧 一天晚上 这位小姐就是随着销声而知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二少爷居然把爱惜如今的玉枭送给了她 还让小茶苦去找她 再后来 后来就不见人影了 你是钱庄里的账方 我学校刚毕业 来玉兰谋生 我叫刘宇生 刚毕业 我问你 你觉得我们钱庄离开那些大爷 还能不能办下去 要看是什么时候了 如果二少爷能发现弊端 细查账簿的话 以您的聪慧 那些人用不了几个月 大可以不必理会了 我要用上几个月啊 我只是个账方 只能客观说话 你放开胆子说吧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听说 大少爷以前对他们 太放纵 所以说 他们现在对您 有些排斥很正常 毕竟您一上来 就立了那么多规矩 玉兰钱庄的漏洞这么大 如果不尽早减少开支的话 恐怕要出大乱子 不过你的话 我会留意的 你去丈夫那儿 开两个大洋 就是我给你的 谢谢二少爷 大少爷 他就是那伙计 大少爷 听说你被开除后 生活很潦倒 你个男的 怎么活得那么残 我让你办的事 堂主跟你说了吗 说了 只要你把这事办成了 我会帮你解决 所有的问题 谢谢大少爷 谢谢大少爷 小渣胡呢 他在忙房呢 蓝绿拉磨石鸟多 咱们先走 臣狱猪 紫云 此情此情恍如昨日 可是回想起来 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是啊 时间过得好快啊 自从养父母去世以后 我就一个人漂泊到现在 不过 只要有刚才那一会儿 今生今世 我就别无他求了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 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我也说不清楚 就觉得 这次和你相逢 就像做梦一样 如果真的是梦的话 会不会有醒来的那一天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改变都很多 也许 让我们开心的 这是过去的回忆 而不是现在的相处 紫云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真的吗 云飞 你给我信心好吗 可是仇恨呢 我经常会感觉到 仇恨的血腥 因为我讨厌这世界上 所有肮脏的东西 在别人眼里 我是一个有洁癖的怪物 我该怎么办 紫云 你现在应该忘掉那些 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 最最幸福的人 这几天 你跑哪儿去了 爹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肯定有事情要安排 反正我也没耽误生意 没耽误 你才接手磁装 几天 就弄得内忧外患 要不是我根基大的身 他早垮了 关于内忧呢 我们可以再谈 关于外患 要不行 您给我点时间 我做给您看 你从小脾气就怪 可我毕竟是你爹 对我说话 要规规矩矩 爹 我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 我知道您做事 都有您的道理 您说话都是对的 比方说 您十几年前 杀了江月一家 我从来没问过 别说了 以后这件事不许再提 你去吧 阿爹 您觉得我是不是该成家了 成家 你又异中人了 你又异中人了 成家 莫名其妙 我会想要一下 你又没有 我会想要一下 我会想要一下 你跟他轻易追加 那是什么事 可以 我会想要一下 你当时就会 你当时就会 那是什么事 你会想要一下 你会想要一下 你又会想要一下 大少爷 您看 一个死人 死人 这事你办成了 这辈子你吃又不尽 这辈子 别是小心 子虞 不想杀你 是你自己找死 子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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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绑起来 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 是谁派你来的 没人指派 是我自己 我恨你 我恨你 你恨我可以 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的女人 你伤害我的女人 就是舍不舍 我恨不得 扒了你的皮 吃了你的肉 吃肉留着下辈子吧 这辈子你来不及了 我恨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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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紫芸 你醒了 这是为什么呀 到底是为什么 我保证 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保证 可是我不想看到刘夕 不想再看到那些伤害 你是知道的 我从小 就长受了这些痛苦 我爹娘死了以后 我就一个人 到处漂泊 受尽了心酸 我真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仇恨 再也没有漂泊 紫芸 也许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我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 我要让你不再漂泊 来了还走吗 滚进来 少爷 都是我一时疏忽 让萧萧姐受了伤 我最该管死 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不敢了 如果有下次 你就死定了 少爷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 知道是你的错就好 你说你这个错 我应该怎么惩罚你呢 怎么罚 那萧萧姐被划了一刀 那你一划时 就划我十刀吧 好啊 你先到楼下去 给我找把刀来 等等 云飞 我看小茶壶她 今天也是一时疏忽了 你要替她说话吗 其实这几天 她对我照顾得挺周到的 我从小啊 就希望 能够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兄弟 聪明伶俐 在我受别人欺负的时候 能保护我 云飞 你就原谅她吧 少爷 你看萧小姐她都原谅我了 你就大人不及小人过 原谅我吧 那你就谢谢萧小姐吧 谢谢萧小姐 你的大恩大德 小茶壶 永世难忘 永世难忘 好了 你回去吧 好 那我走了 萧小姐再见 这个小茶壶还挺有意思的 是啊 如果它没意思 我就不留在你的身边了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好吗 好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好吗 信心 信心相应 我感觉我现在很幸福 你今天替我挡了一刀 我非常非常感动 但是我越幸福越感动 我就越害怕 心里负担越重 我怕失去你 我怕失去你 好好的干嘛说这个呀 因为 我觉得我跟你之间不应该有秘密 但我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还没有告诉你 因为我不敢说 什么秘密啊 紫云你答应我 我说出了秘密 不管有天大的事情 你得原谅我 好 当年灭你全家的人 我知道了 是谁 是我爹 那一年 还逃依旧 那一年 淡了相仇 残路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都欲欲欢休 那一杯 愿愿情愁 那一杯 煽巴甘酒 等如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 回不了 都苦水难受 放不下的海淌依旧 到不尽的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在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在我的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